这个影片放在论坛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上课大概主要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用筛选功能分割工作表 那我这边的话有一个蛮重要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用有一个就是Range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范围 比如说我们正在某个范围做筛选的话 筛选在VBA里面记得就是要叫做filter filter就是筛选 筛选给它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你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栏 就是field 冒号等于就是前面是参数名称 后面是跟他讲说第几栏比 一般比如第一栏 逗点第二个就是哪个条件 条件的话就criteria 1 那如果你有第二个条件 你可以end 这个operator 当然理论上两个参数就够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你要的部分 比如说一般二般三般分别筛选出来 应该还有印象 那个306的那个部分 那我们在哪里呢 在这边 基本上我们是我把它放在应该是单元02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302 基本上程式其实不多 关键的地方就是那个filter部分 所以记得这个一定要非常熟练 虽然城市不多 但是每个地方都很重要 那我这边的话有提到有关就是 那我们最早是用跑个回圈去找的方法 不过这个方法相对起来 比那个filter复杂许多 所以后来我这边有在第几页 在那个单元02里面的第六页里面 有放了一个叫用筛选分割工作表 那我刚刚讲的关键的这一行 其实就是这个啦 OK就叫auto filter OK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 那里面的话你要根据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栏 就field 冒号等于前面就是叫参数名称 后面就是给他什么参数 当然有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按照顺序放那个参数 有时候其实这个是可以不用的 OK 所以其实有两种写法 你如果按照顺序放 那你前面这个参数可以不用给 但如果你没有按照顺序 你那个名称就要给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按照标准的写法 OK是这样 不过以后你可以把它前面拿掉 criteria1也可以拿掉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以后你看 教老师有些地方你为什么把它拿掉 没关系 那个地方是可以拿掉的 我们先把比较标准的写法写出来 另外的话就是 再把那个范围的资料把它copy到 我们要的那个什么的工作表里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班二班三班 快速的把它做分割吗 OK这个是上个礼拜最重要讲到 前世基本上最重要就是这两行 OK那这两行其实没什么 看起来其实都很简单 但是它的威力很大 因为以后呢 如果你要去做什么呢 做大量资料的分割的话 其实这两行就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要大量的分割的话 外面再包一个回圈就好 OK回圈的话 要负回圈嘛 看你有几个工作表你就跑几次回圈 那他就帮我们把资料给分割出来 OK其实我这边 当然坊间也有一些书籍有提到 分割的方法 但有的地方是写的太多太复杂了 那我这边是用最简单的 应该没有比这更精简的 两行就搞定了 OK所以这两行你可以把它记起来 那以后的话善加利用 这两行就可以做到所谓的快速分割工作表的目的 比如说我们一班二班三班 应该还记得吧 那用这两行就可以把一般的资料复制到一般的工作表 二班的资料复制到二班工作表 以实类推 OK回圈加上这两行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练习题 就是延伸这个地方 只是说我们带的范例不太一样 那我们待会来看 那另外的话上个礼拜还讲了什么 其实我讲过了 像这种东西 你要一下子马上熟练不太容易 但是需要一点时间 那什么时候你会熟练 反正你每天只要遇到需要分割工作表的时候 你就用个一次 用个两次 我想大概你用个三到五次 大概已经就差不多了 你以后大概就闭着眼睛 你大概都会了 这个东西就是越用越熟 尽量不要把这东西越弄越复杂就对了 程式我是建议越写越精简 而不要说越写越复杂 OK大概是这样子 那最后的后面这个部分 我写你们可以再把它复习一下 尽量就是说可以把它熟练 那如果你刚才SH没那么快熟练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至少你套用范本要会了 你也说你要从头写你可能不会 没关系你可以先套用范本 如果你套用范本也会的话 那至少你以后慢慢写你就会了 OK没有人说那么厉害 一下子可以把虽然说真的程式没几行 没有不超过十行 算起来其实说真的 顶多就是几行 这边六行七行八行而已 八行如说你把它背起来都不会很困难 对不对 只是说呢 我当然不是要你硬是要把它死背起来 你当然要记忆没有错 但是你要除了记之外 还要灵活的去应用 这才是比较重要 OK 所以这个上个礼拜最最最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影片里面讲的 这个叫做所谓的筛选功能达到分割工作表的目的 OK其实没什么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如果你的细节不太知道 影片都有录下来 这边有12分06秒 就是上个礼拜讲的重点 所以你把影片 我看你就再听一遍听两遍听三遍 大概已经差不多了 而且你每一次听的感觉应该都不一样 OK因为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第一次听好像听不太懂 第二次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第三次我终于慢慢明白了 而且还第四次 哇我终于豁然开来 也许不一定 每个人的姿势不一样 OK但是我觉得会把影片录下来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你们一次听懂 除非你是天才 所以我希望你还有机会 不然的话很多人光学程式就很想放弃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课主要目的 就是把你教会 而不是说拿一些问题来考导你 没有意义 所以尽量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直接告诉你就是 我觉得用什么方式写最简单 我把我这些年来 我至少写成是写超过20年以上的经验 我直接告诉你怎么写最简单就好了 至于说你想要再多了解 坊间书籍一大堆 反正书店你去看 那个现在应该书店里面卖的最多 应该不就是Python 不就是Excel VPA 我看这两个应该是目前 应该算是热门程度算是排名在前面的 OK 我觉得VPA应该是最实际上用起来 我觉得最直觉的 因为反正你开Excel就可以用了 你把这至少掌握住 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一样 这个就是把刚刚讲的筛选功能延伸 另外再来就是说把它合并起来 所以有分割有合并 也就是说把一个大的工作表 可以把它做分开来 也可以再把一到三班 在不同工作表再把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最后我们有举一个叫104年的 那个明系的这个范例 那有一到十二月 如果一到十二月 我希望把这十二个月份的资料 合并在一起的话 那其实就这个地方 合并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也许直接就来看一下 单元05部分好了 那当然呢 请各位第一个 一样开启那个练习档 那练习档部分的话 也许就是问题05这个范例 或者你可以下载 或者你直接开启我们的范例档都可以 那把它开启那个问题05这个范例档之后 并且把它开启 那开启之后的话 里面大概我们要做什么呢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它做 把它启动编辑一下 那基本上如果说我要按照什么呢 当然这边有好几个栏位 如果我今天希望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业务 比如说我今天的需求 这个问题05是一个总表 那这个总表里面 我卡托向下 总共有2500 其实就2499 比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的话 我希望 把那个根据业务的姓名 做什么呢 做帮我快速的分割 也就是说呢 里面的业务人员呢 总共几个 你就帮我分几个工作表 比如说菜头一个 小咪一个 菜头又重复了 小张一个 老王一个 反正呢 就是什么 先产生一个 不重复的 所以其实第一步 一样嘛 跟那个一班 二班三班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起来 然后也许我们这边 中间间隔一栏 一直把它贴到这边 选择金贴上 只有纸 或者贴上 然后贴上之后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资料里面的什么 资料里面有一个 叫移除重复 那我就可以把 有标题 有标题 业务 然后移除之后的话 他就从这2493个里面 帮你留下只有6个 也就是说这里面 其实业务人员 就只有这6个人 那假如说我今天 我希望快速的帮我 把这些资料 OK 2499笔资料 帮我快速的怎么样 帮我分科成 测6个业务人员的个别的资料 那我希望怎么样 一个工作表 就放一个 有没有 一个这个业务 比如菜头 所以你需要什么 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把找到 所以找到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所谓的资料里面的筛选 筛选里面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根据 这个叫菜头 把菜头留下来 然后把菜头这些资料 怎么样 帮我放到那个工作表里面去 这个感觉上应该跟我们之前 那个一般二般三般应该还蛮像的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一样 只是说你懂不懂得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把它灵活的来做一些改变 OK 然后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根据这个 这个这个问题05 然后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按用筛选的功能 帮我快速的怎么样 把那个业务总共有六个人 快速的帮我产生个别的新工作表 OK 然后呢 再帮我把那个新的工作表 就是配合筛选 把资料放过去 该怎么做 其实就跟刚刚那个八行 其实你甚至可以拿那个八行 拿来当范本 就做出来 OK 试一下